好,這個是關於Astro裡面,有一個地方我自己覺得比較難的,所以想說一說 Astro之前呢,其實在那個裡面你應該已經學過,你如果在不同的地方,計Grafatial Force和Grafatial Field 你是用不同的顏色的,地球附近呢,你可以將9.81,整個Mask就是Grafatial Force 然後地球附近的Field一定是9.81,但後來發現,如果你離開了地球呢,你就要用GMM除R² 如果你離開了地球呢,你就要用GM over R²來計一個Grafatial Field,跌到多少,又或者你計其他Planet的Grafatial Field 但如果你用這兩條色的話,都幾容易明白的,因為我想說的是,例如你一開始學M對GMM over R² 只要你站在地球上面,例如你80KG,地球的Mask是5.98乘10的24KG,它的Radius是6370KM 無論你用這個FORCE是80乘9.81,還是你用GM除R²,還是你用MG呢? 無論你用這個FORCE是80乘9.81,還是你用GM除R²,還是你用GM除R²,還是MG呢? 應該你會發現這兩個數字差不多的,又或者你試試計算一下地球的FORCE 不是9.81的,其實它就真的差不多是你上面那塊東西,沒有了那個80,得出來 但是如果你抱著這個Idea,那就糟了,因為你會發現你去到Astro的時候,它裡面的GPE變成另一條色,它變成負GMM除R 這條色,如果像我剛才說的那樣,用地球表面來做例子,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,是會不同的 但是不要緊,這個東西想示範一下它怎麼用 例子,現在我在地球表面有一格火箭,示範一下有舊的數字和新的數字計出來的分別 然後你再判斷一下,到底為什麼要用新的東西 你想想一下,現在呢,隔火箭停了地球表面 如果你用舊世界的色去想,你會發現呢,在地球表面的時候它的GPE 就是MGH,就是MGH,即是0,一開始的時候 但是,如果我現在要飛,飛,飛,飛了例如1,600km 這個KM這樣,加上一塊野的Mask,200kg 如果你等它飛去那麼高的話呢,你照用吧,GPE等於MGH 這個叫Initial,這個叫Final 我都按一下,你會發現,200乘9.81乘1600乘1000 你看看,你算起來算是大約1233 44 65 6789 3.14 suggest 3.14 3.15 3. zehn 3.15 3.13 3.14 3.14 3.16 3.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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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數是肯定overestimated的,主要原因需要在這裏 這個是1600km,不是1600米,是1600km 地球的radius才是6370km 你飛到那麼遠,這個g還會不會是9.81,一定不會 所以如果你用mgh來解釋,g是錯的,所以應該是不對的 這裏3.1,出到g就小了,所以我給energy應該是小一點 那用回我這裏計算新的g出來,這裏計算新的g都不行 因為你這裏計算新的g,就會只是那個位置,那個數 那頭減尾除2,都不行 因為我想說,你那個g,如果plotphilegraph suppose是曲線跌進去,拉不到average 那就是說,你如果用舊世界的equation,你只是diamgh 你是沒辦法可以準確地計算到它到底在地上升上的時候 你會有多多少能量的,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你試一下不要怕,只要信 你信這條是新的gp的equation 試一下多一刷個數 現在gp initial,加回地球是5.98cm 你試一下gp initial,按機,負GMM除R 負GMM除R的話,你會按到負6.67e、負11乘5.98e24乘2 除回637000,那就會按到12.5GJ,不過是一個負數 對了,你會覺得很奇怪,因為這個數跟我們剛才用的那個0完全不同了 但是大家都在地球表面,不要緊,有它先,按機,不要拍照照片 按GPEFINAL出來,你會按到-GMM除R,咦,用大R好一點 R加H,又收回數了 其實真的把這個radius算成7970,這麼漂亮? 剛剛是-10.0GJ,留意一下,這兩個數字是新的equation計算出來的 就是-12.5-10.0,你想想,-12.5和-10.0,數學上哪個數字大一點? 其實這個是大一點的,這個是少一點的 即是說GPE一樣是在它飛完之後,它會多了,還有多了多少? 多了2.5GJ,多了2.5,相信我吧,這個2.5就是準的GPE 所以你會發現,如果用新的equation,你不要理會那些數字完全不同了 at least它是準的,at least它也是多了 所以我們如果在現在的情況下,就用這一條來代替原本的那條 但是原因呢,就再分明一段編解了